你喜欢篮球吗 不管会不会打 看NBA似乎是一定要的啦 全球第一座NBA中心 前进亚洲落户天津 占地呢只有3600平 却足足建了五年之久 最主要就是因为里头 从地板 篮球架 更衣室 到招牌全部都是进口货 得要通关 报关 才会耗费多时 造价高达17亿台币 而目的就是要原汁原味地 把美国的篮球文化 移植到大陆去 培养出下一个姚名 陈湘如 陈志宇 带我们先赌为快 这是一场决战 Junior NBA世界冠军赛的前哨战 我来自新疆队 我有信心 比赛的角落 三位美国教练正睁大眼 找寻场上可培育的种子篮球员 角足前往世界篮球盛宴的入场券 我的愿望就是在NBA的球场上打球 NBA是我的梦想 然而他们脚踩的比赛场地 全世界就这么一动 五月刚刚落成 NBA Center 全球首座的NBA中心 建了五年 终于在天津开幕 这间占地3600平高四层楼 里头有一个NBA的标准球场 还有一个NBA的授权商店 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NBA招牌 有造价最昂贵的玻璃帷幕 全透明不美观 美方要求玻璃色则要带点绿 还要有一定比例的透光度 在国内的这个建材市场上 我们是找不到合适的供应商的 所以我们只能最终是在 西安飞机制造厂来定制的 全部的玻璃幕墙 这个造价就相当的高 加拿大原装布木地板 一瓶台币7万6 篮球价美国进口 一座台币353万 我觉得这个地板 跑起来就非常有弹性 然后就是更加的那个平整 整齐不会有凹凸 更衣室也按照NBA 东部西部总决赛风格设计 定制的衣柜鞋柜 和整片纯羊毛地毯 为了防止队员的半岛和意外的受伤 所有整体更衣室的这个地毯 是完全一体的 没有任何的拼接接缝 领域间也是比照美国 就算226公分的姚明来洗 也绰绰有余 这边花岛的高度 是有将近三米的高度 是满足了所有篮球运动员的需求 不会让他在领域的时候 有任何的不舒适的感觉 包括一些其他的鞋 包括变盆的高度 都是有特殊设计的 至于授权商店 小了点 东西少了点 但却是必备的 别忘了 他们可是最赚钱的篮球联名 火箭队的哈登 最近他很火 所以他摆放的是眼睛可以平视的位置 再来这一位的话呢 是骑士队的詹姆斯 明星球员 所以他在门口一进来的位置 从球衣 球鞋 毛巾 到这边一整排的袜子 你知道整间店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吗 当然是这个Q版娃娃 这是林书豪的Q版 一个卖台币470 还有仿真人版的 一个台币930 一身乔丹庄 连行动店员都离不开篮球之神 北京篮球场上连小孩 都能跟你聊上一段乔丹事迹 乔丹是我的最爱 因为他投篮和扣篮都特别强 还有影响欲 还有球队贡献都是五颗星 根据国际蓝联统计 经常打篮球人口 美国两千四百八十万 大陆两亿 台湾三十万 2007年 大陆收看NBA直播观众三亿人 几乎等于美国总人口数 十年后 大陆看电视NBA直播人数 达七点五亿 还不包括网路平台 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三年 NBA海外收入暴增 大陆市场功不可没 那么中国是一个地道 我人口众多的一个地区 是不是啊 我觉得这块任何一个企业家 任何一个做经营者 他们都不会忽略中国这块地道 热烈祝贺 国家团联万达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一试 我们建立了万达集团 很早就开始布局他的体育帝国 阿里则刚刚斥资12亿美元 买下NBA布鲁克林蓝网队 当美国篮坛做的中国梦时 大陆富豪也反身吞噬 各项赚钱的体育行业 但令NBA焦虑的却是 这个全球第二大篮球市场 继姚明之后 再也没有明星级球员 姚明他在NBA打球嘛 他一直在火箭队 一直到他们退役 但现在可能关注的比较少了 台湾民众因为林书豪 而兴起NBA旋风 大陆没有出色的球员 民众在没有情感归属下 忠诚度和粘重度 必定快速下降 有了明星 这个行业不愁 没有人去参与 有了明星 赞助商也不愁 关注度媒体也不愁 这也就是美国敲定 全球首座NBA中心 两座NBA乐园 落户大陆的原因 美国它有几十年上半年的篮球底运 咱们中国这块确实跟美国在这一方面目前还有差距 如何来利用国外这些篮球优势资源来为大陆发展 祝一把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裁判我代表身体球员宣誓 周末一早北京近郊的篮球馆毫不热闹 这位爸爸一手记录孩子打球 一手紧张到猛抓自己头发 小小篮球配训营 目的让更多孩子爱上篮球 上海NBA乐园 假日一张满票 台币八百九不便宜 原汁原味 移植美国篮球文化 目的要在大陆孩子的心里扎根 对这个品牌有着像迪士尼一样的好印象 中国人口有多大 这个市场就有多大 那我认为 其实这个市场未来五年是 未来五年到十年是千亿级的市场 NBA非常需要中国出现明星球员 来开拓大陆市场 因此他们现在要从娃娃抓起 当下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 两国体育的商业行为 却亲密的像同一艘船上的兄弟 TVB新闻 薛孝安 陈志宇 黄河亭 陈向如 天津 北京 上海报导